你好,我是明丽 人人都知道孝顺父母的道理 那你是否做到了孝顺父母呢?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一篇关于孝顺的故事 色男 我简单的为大家叙述一下故事吧 故事是说从前孔子有一名子弟名叫子夏 有一天子夏就向孔子请教行孝之道 而孔子呢,则答复他说 色男 那究竟什么是色男呢? 色男的意思是说 当子女的要尽到孝 最不容易的就是对父母和颜月色 孔子说 如果是因为仅仅有了事情 儿女去替父母做 有了酒饭 儿女让父母先吃 那这样就算是尽孝了吗? 现在的人都很习惯性的将坏脾气留给父母 这是因为他们在父母的面前早已将本性暴露无遗 他们仗着父母对自己无私的爱成为了家庭的祸 不久前我在网上看过一段视频 视频中一个孩子嫌弃妈妈做的饭菜不好吃 孩子恶言相向 怎么你煮的饭这样难吃的 煮个饭都不会啊? 好,这时候来了 如果是你的妈妈 她应该马上给你来个家法伺候了 她打到你痛苦流地跪地求饶 可能都不想放过你这个不孝子啊 那你认为视频中孩子的妈妈是怎么做的呢? 是的 视频中孩子的妈妈一句话都没有说 她似乎对孩子的这种行为已经习惯成自然了 而孩子呢 孩子却摔下饭碗就走人了 看完这视频 我真的是三观大崩裂啊 我很惊讶于一位这么小的孩子竟然敢这么以下饭上 我更惊讶于一位母亲竟然会默许孩子的这种所作所为 但是我想说啊 这种现象却是十分常见的 它很可能是你阿公阿妈的孙 你邻居的小孩 你那个乳秀未干的表妹 甚至是已经长大成人 明白事理的你身上啊 网络上有这么一句话 不要只把礼貌和尊重留给陌生人 不要把你的脾气和暴躁留给最亲的人 可现实确实啊 看家人不顺眼便横家指责 期待未被满足便嘶哄咆哮 家人如有错便恶眼相像 我们总是把最绅士的一面留给外人 却总是把最糟的一面留给家人 可这时候就有人说了 我每天在外奔波养家户口这么辛苦 回到家还不能发现一下吗 是的 我十分认同啊 人人都会有坏情绪 而这种时候往往家人就会是你发泄的对象了 但请你试想想啊 你的母亲千辛万苦的怀开十月生你下来 在你调皮捣蛋任性爱捉弄人的时候 他们忍你 在你叛逆对他们出言不逊的时候 他们忍你 现在你终于长大步入社会了 领导把你骂得臭头 同事在背后说你的坏话 老婆说今天孩子在学校闹事了 而你却把这一切的过错都归在了父母的身上 而他们呢 他们却还在看你的脸色 你不就是仗着你的父母爱你吗 你的父母生你养你栽培你 是为了让你出社会做一个人才 而到头来你在家在外都是一个废材啊 所以说到是啊 我十分认同人人都会有坏情绪 但我并不认同你的坏情绪 是你让父母成为情绪垃圾桶的理由了 孝敬父母尊敬长辈 是做人的本分 是天经地义的美德 如果一个人连孝敬父母尊敬长辈都做不到的话 那他还弹劳是个人呢 那还有谁愿意去和他打交道呢 所以啊我们孝敬父母不能只是从表面去孝顺的 内心真正的去孝敬父母才是我们做儿女最宝贵的孝行啊 看了这篇录音故事后啊 我认为孩子不孝顺父母的背后 很可能映射的就是父母教育的失败了 我简单的为大家举个例子吧 从前有一对夫妻啊 十分疼爱他们的孩子 他们对孩子可谓是有求必应 孩子要什么 他们就给什么 即便是在经济状况最不理想的时候 那当然了 孩子在这种教育模式下 他渐渐地认为父母的付出都是理所当然的 他开始任意的向父母肆意索取他所要的 是因为啊他觉得他就是家中的皇帝嘛 他就是最大的 后来呢孩子上了大学 他不务正业整日游手好闲 在大学里就是一个所谓的混子 他每个月都会向父母索取昂贵的生活费 而这其中大部分的钱 孩子都是用来消费在娱乐场所的 那当然了 昂贵的生活费啊 让这个本就不富裕的家庭 开始入不敷出 父母渐渐地给不起钱 孩子也开始对父母不耐烦了 时常啊对他们大发雷霆 是因为他的父母给不起钱 后来呢孩子因为忍受不了 忽然从奢侈的生活 转变去省吃俭用的苦日子 他想到了一个方法 那就是骗取父母的人寿保险赔偿金 是的 他竟然对父母起了杀心 年仅19岁的他 故凶杀害了把他养育 自大的亲生父母 他的父母应该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竟死在了亲生骨肉的手上 真是一场莫大的悲剧啊 那此事一出呢 在当时啊 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大家纷纷谴责这个毫无人性 又冷血的恶魔 但请你试想想 是什么导致孩子 成为了这样的恶魔呢 是他的父母啊 是他的父母一手造成的啊 是父母对他的百般溺爱 毁了孩子的一生 造成了自己悲剧的发生 是父母教育的施格 才一步步将孩子推向万丈深渊啊 家长们 如果列项故事中的父母 一样同爱自己的孩子的话 那恐怕待孩子长大了 悲剧又会再次上演了 所以请不要用你们盲目的爱 来纵容你的孩子 俗话说得好啊 养儿防老 养得好就是养你养到老 养不好是留在家肯老了 父母啊 教育孩子失败的案例 真的非常的多 而这些血淋淋的案子 就足以体现了 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了 所以请务必重视家庭的教育 这将决定你的子女未来的为人处事 和对待你的态度 最后啊 我主要还是想说呢 我们还是要多想想父母的养育之恩 真心的爱我们的父母 毕竟我们的父母 也是在我们还年幼的时候 一把屎一把尿 把我们给拉扯大的 那当我们长大了 是否应该给予他们同样的陪伴和关心呢 爱务必及时 不要让自己活在后悔当中 爱你的父母 其实很简单 不需要多昂贵的礼物和金钱 只需要一份简单的微笑和问候 谢谢大家 我是明丽 我的新的分享就此结束啦 拜拜